前美国国务卿蓬佩欧这次来台就下榻在军月饭店 形成满党的他除了和政治交流之外 也安排了非常多场和工商界代表的会晤 避免太多不必要的移动 因此地点就选在军月进行 竖起大拇指比赞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欧对于和副总统赖清德的晚宴 显得相当满意 因为这场晚宴他还见到了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妇 以及新路控股董事长英奇 号称美国最挺台的前国务卿蓬佩欧 以私人身份访台 行程排满满 不只是外交交流 还有重要的商业目的 三号下午三点 蓬佩欧先在军月酒店和商界领袖以及学界座谈 紧接着和中纲印美代表个别会谈 再到圆山饭店出席晚宴 受邀贵宾及具代表性 大陆工程母公司新路控股 是台湾营造产业龙头 台积电更是全球晶片代工龙头 不光是这样 蓬佩欧周五一早在饭店内 继续和台积电高层视讯会议 中午和经贸领域官员和企业代表 展开闭门圆桌论坛午餐会 下午四点还有私人企业代表会晤 如此密集和商界接触 蓬佩欧打着什么算盘 另一方面也更重要 去了解台湾在整个产业供应链上的关键角色 对于美国未来整个总体的外交 或者是全球战略上 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了解包括台积电等等 都是他主动要求 希望能够拜会的一个单位 根据全球产业数据资料库数据 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领域 去年市占高达59.5% 而美国严重依赖台积电的晶片供应 再加上疫情和美中博弈 以及地缘政治变化影响下 台积电的战略重要性更进一步提高 在经济上面呢 他必须要找到另外一个 不要跟中国有太多的靠近 或是说受制于中国的这样的产业链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脉络之下呢 加深了就是他自己想要更实质的推动 美台之间的不管是在政治上面 经济上面或者是在各方面 全方面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台积电也是中国最大晶片供应商 就美国立场要确保台积电不被中国控制 符合蓬佩欧所关注 国安台美政经关心等议题 他要落实一件就是经济安保工作 所以透过这个所谓他的一个演讲 印太战略演讲 到跟这个企业界的实质的一个会谈 那就凸显说美国现在正在 以军事外交经济三位一体 第一个来巩固美国在印太战略的领导地位 除此之外也要去所谓的 做中美博弈的一个退抗 而战略合作的背后 有着蓬佩欧抗中的鲜明政治色彩 作为川普政府鹰派代表 蓬佩欧对中国态度强硬 也被视为共和党2024年美国总统 热门人选之一 蓬佩欧也需要为自己铺路 各位先不要忘记 美国是一个民族政治的国家 一个民族国家 它是一个自由民族的国家 它也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那它的商业目的背后是什么 它不是找钱吗 强化台美友好 是否意味着有更进一步的合作空间 要稳定的台美关系 除了政治还有经贸 这样的安排 从蓬佩欧会晤商界代表 也能一亏端倪 像这种美国政治人物 跟商界的这种关系 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美国各位都很熟悉的基辛吉 它过去是尼克森时代的 国务卿也是打开 中国这一扇门的主要的推手 这个基辛吉 它卸任之后 变成中国最大在美国的 一个游说的代表 这趟访台行除了政治目的 更包含商业意图 卸任后的蓬佩欧 持续累积政治能量 靖新闻黄阿廷薛向安采访报导